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欧警告 共产主义渗透的风险是普遍存在的 大量美国在华企业 包括科技巨头、知名金融公司 先进制造商、制药公司 都存在中共的渗透影响 卢比欧称中共利用其在企业内的组织 来影响美国公司的决策 拉拢和消除潜在反对中共政策和权威的因素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 卢比欧推出禁止中国共产惊悚党法案 要求企业披露其内部的中共组织的存在 以及这些中共支部是否影响了公司决策 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